雖然立起碼颱風來襲 不過因為上午風雨不大 不少民眾還是到傳統市場才賣 問到果菜價格有沒有漲 民眾都說差不多 立起碼颱風凌晨觸碰陸地 影響新北等北部縣市 行政院長蘇貞昌 上午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聽取各部會簡報 農委會表示 台北果菜批發市場9號的交易量 雖然比8號減少 不過每公斤價格反而下跌5.3元 而蘇貞昌特別提醒氣象局 不要說太多術語 要說民眾聽得懂的話 也呼籲民眾儘量避免外出 用很多專家的術語 但是對一般民眾講話 就是用你專家的學問 但告訴民眾是用民眾的語言 現在風雨小 並不是颱風已經過了 而是現在正是 這個艱細經過的時候 此外因為立起碼颱風 對新北 桃園 新竹及宜蘭造成威脅 這次也撤離了2531人 收容安置707人 針對撤離的民眾 蘇貞指示 相關單位在風雨前 快速協助撤離 風雨過後 更要盡力協助安全返家 也強調中央會對各地方政府提供最大協助 維新新聞 綜合報導 好好的 謝謝 you